是一個大豐收 對我來說可以更好 因為始終想轉型做演員 我很容易重看鬼片 很喜歡刺激感 如果有得拍 我都會很想拍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類型的電影 我害怕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但我又很想看鬼片 所以我看的時候 我怎樣令自己不害怕 我就幻想 我不是片場 如果你問我最深刻的話 就是跟師傅打架那場戲 二樓打落一樓 然後爬上爬落 我本來自己都很好動 我都周圍動身屋勢的人 所以現場有動作指導 他在這裡再教我 我就容易上手 我們有個很有趣的小朋友演員 他是飾演過那隻小鬼 俄殺科之前 他有特意送了一張卡給我 我是覺得很甜蜜 很窩心 而且他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是晚上拍攝 但他第二天還要上學 他還是很誇張 對 是超敬業的 我覺得是 《宙樂園》 因為他好像是第一套後製的3D鬼片 印象深刻 如果是西片的話 我以前看恐怖立像館那些是很害怕的 你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 那些我不敢看 因為你如果去立像館看 你就會回憶那部戲 我不敢 我最真是那些 令到我可以回憶那些鬼片 即是餃子 然後你吃餃子你會很害怕 不會的 這個 哈哈哈 我怕 可能我沒有看 那些坐升降機那些 或者是不知道 有些坐戲院 不是有這些嘛 有這些鬼片 那些我就不得了 連繫到生活那些 在泰國旅行 在房間裡想起睡覺 然後關燈 但是外面的房門就扯開了 然後裝扮門 裝扮門 然後我們下床出去看看 誰知道一下床之後 他再裝扮一次 然後就上床打電話叫救命 高欣上來救我開門 然後我們馬上衝了出去走路 高欣就打算進房間看看 誰知道 他電話就跟那個經理聊天 誰知道房間的電話響 然後他也和我一起落到Lobby 那人轉了房間 然後落到Lobby的人笑 然後上網搜尋 原來都挺猛鬼的 我之前拍攝旅遊節目 回香港旁邊的時候 就住一間酒店 但是也有發生過一些懲殺案 然後我是完全不敢搜尋 因為譬如我發財故事 然後朋友就問你住哪一間 然後他們就會搭一些猛的東西 然後我就不想看 我不想知道 因為我還要住三天 我一出酒店房門 我就會被人抓 我都很滿意 我也覺得近一兩年 自己是一個大豐收 很開心 有試過 譬如電視劇有試過 搞笑類型的也有做過 熱血的也有做過 動作的也有試過 所以接下來 有些項目是比較民靜的 民氣的也有 所以我是很開心 L的電影 就是《慶命三郎》 都正在拍攝 拍攝這個 都是很多時間跟導演 和譚哥去談 所以個人就 純粹很專注在劇本上 沒有那種緊張和害怕 沒有那種壓力 因為可能 對上也試過另一部電影 你拍攝的 那部就比較大一點 因為可能和幾個前輩合作 但現場學到的東西真的很多 還有前陣子也做完舞台劇 對自己的信心多了 可以更加好的 對我來說 因為始終想轉型 真的做演員 坦白說 今年也拍很少演藝作品 也希望 儲多一些作品 給更多不同的角色觀眾看 因為現在比較單面向 可能拍一些學生 愛情小品 譬如今次單元 我是更浪費的角色 也希望可以多一些機會 我最近也有 跟朱柏謙老師學戲 因為也有些項目在談 想自己盡快去重新的狀態 我會想試運動題材 對 令人很… 對 籃球嗎 籃球 什麼都好 總之運動題材 因為運動題材 通常會帶給人很易脫的感覺 還有你看完 通常角色有成長 令觀眾都會反思 希望拍多些正能量的電影 我覺得 頭過一兩年 自己是偏緊張的 又或者上戲劇課 那些事情 你會不明白 不明白大家在做什麼 我只是跟著做 但最近上課會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終於 可能試了三四年演戲 終於都知道一點 我就是入行頭幾年 我都有上課 但都是不斷抄下陸士 但實不明白 我絕對是試當真這個平台 因為他真的玩 我對著 很自由 他拿著鏡頭拍著我 我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做完又自己剪 接著觀眾很快就有返回給我 我看到原來這樣是活動的 原來這樣是好看的 他就打開了我 個人越放鬆 就開始可以把學了的東西 滲到自己的 那個階段 其實我也有上課 有一個老師幫了我很大 那個老師是誰呢 就是凌文龍 然後我就去那時拍 另一部電影《媽媽的神》的小子 開始可以令人更加放鬆 我是那個階段 E先生的Edan的MV 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那天又是很舒服 拍得很爽 拍完之後我回家就覺得 今天很棒 這個感覺我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最近領略到一件事 又公開的時候 我又會很想做好他 心情都會有點繃緊 然後沒有公開的時候 我又在想 為什麼我會沒有公開 又是繃緊 我一年365天 24小時都繃緊 最近我就學會了 我接受他 又或者你有上課 你有增值 你有時間做自己的事 其實都可以的 不要迫自己埋牆角 那我就不見 跟我們提供